字幕提供 問各位介紹 今天為大家介紹 麥子排骨煲 材料有 1磅的排骨 半磅麥子 5个冬菇1开2 姜片3-4片 红葱头3个 蒜头2粒 洋葱少许切丝 适量的葱段 1汤匙半生抽 1汤匙蚝油 半茶匙老抽 1茶匙糖 半茶匙鸡粉 1茶匙五香粉 1汤匙绍兴酒 1茶匙生粉2汤匙水 适量的水和生油 把栗子摩皮熬热煮水 滚了就放栗子 煮20秒 拿一块布 把栗子皮擦开 1汤匙生抽 半茶匙老抽 1茶匙糖 有些鸡粉 五香粉一起倒入 醃15分钟 然后再加2茶匙生粉水 将栗子倒入锅炒一下 约1分钟 然后炒上来 冬菇 姜片 红葱头 放入炒 放蒜头 炒一下 炒1-2分钟 然后炒上来 烧完锅 然后将2茶匙油放进去 然后将排骨放进去煎一下 煎至2面金黄色 我们将刚才爆好的料头 倒入一起炒 一起炒 加1汤匙绍兴酒 加上刚才剩下的糖 多哈 letzte。 加1汤匙 wish học 和刚刚浸冬菇水 倒入它 入地 倒入浪 frontal 倒入太多的老抽 半汤匙入口 再倒入浪水 加上浪汁的最后 二次放入抽分 から2汁 煮40分鐘 栗子和排骨淋就可以了 準備瓦鍋 放少許油 把蔥白和洋蔥爆香 把剛才炆好的排骨栗子 倒入鍋子中 燒熱去 灑蔥在面上 蓋上蓋子 焗1分鐘 煲仔菜栗子排骨煲就完成了 下次見 拜拜